爱是需要学习的来看到在马来西亚雪兰儿州的一间安老院 最近迎来一批慈祭人文学校的孩子们 这一场由校方所安排的关怀活动 也是一段跨世代的对话 带给学生们很深的震撼 马来西亚慈祭人文学校安排学生造访安老院 陪伴老人家度过周末时光 我是想安排去老人院 主要就是让孩子有机会送爱 让他们去表达他们的爱 然后我觉得这个动作也是一个善的动作 孩子发现长辈住在安老院里衣食无缺 但是心灵上却总有个缺憾 没有什么都没有吃粮餐 粮餐饭粮餐茶 什么都没有的 看着布置 布置都要人家买的 人家买就拿去看看 就这样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不同 他们是汇集嘛 就是看到他们很像没有朋友这样子 这堂社会课 他们努力填补社福制度的缺角 希望带给年长者快乐 带新闻 刘静志 行为为 马来西亚报导 Cruno人 看起来 我們下期会订阅